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羊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幻金挑戰關卡 那這個幻金LV123它有分別限制屬性 LV1是只能全火屬才能打 LV2是全水 那這邊先來幫大家示範LV2的部分 3的話是全木啦 那個就是下一部影片見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就帶大家用剛結束合作的奇魂1%大獎成員佐尾來通關 那這邊的話其實你要全奇魂配置也是可以 就是這一張前景長陣 以及水屋拔掉都沒有關係 還是可以過 好 那前景長陣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用來無視無數 好 那水屋的部分是用來無視攻潛 可是不是讓隊長無視攻潛 是讓他自身去無視攻潛 傷害一樣是非常足夠的 大家等一下可以稍微參考一下下 好 那總之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就可以了 好 那個左圍不怕燒 好 然後轉到6C 其實你白紙有消多一點的話 那個6C也是很足夠齁 所以不用擔心 好 那他這邊的話呢 不是反手消火 他只是打到你會轉火 所以身上有那個圖示 你也不用刻意去避開火珠喔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去手消全水 那他這邊的話可以抓一個水的角色租下來 這樣就必定消到全部的水了 好 那著熱地你只要稍微避開就好 不要讓他引爆太多次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我們血還是有10萬喔 好 來 接著第三關 好 來 接著第三關這邊的話就有反手消了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就來稍微疊一下火珠吧 好 當然不疊也不會怎麼樣啦 總之你不要去消到就對了 因為消到可能就是又要多花一回合 很麻煩喔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 來 第四關這邊的話是手消指定6C 那6C的部分 顧C啦 顧C的部分左圍有無視 只要你有達成5C就有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喔 然後最後轉完的時候停在這個火焰地裡面 最後轉完的時候停在這個火焰地裡面 好 好 結果還是剛好轉到6 可以無視齁 可以無視齁 好 來 這邊帶走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來 第五關這邊的話是數字18 那18的話怎麼轉呢 就是6C 然後每一組都3顆 這樣子 去把它排好就好了 好 它左圍的轉租時間其實也蠻長的啦 所以不要慌 慢慢去把它轉對就好了齁 好 那這邊轉對的話 基本上也是直接帶過去沒有問題喔 好 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 那第六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潛艇長陣補下去 然後水屋也可以稍微補一下齁 那這邊的話我們轉完的時候 就是留一顆加護下來就好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已經無視無視 你就不用管說 要去把無視轉到或是幹嘛齁 好 這邊就真的有一屬沒有轉到齁 但是無視過去沒有問題的齁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是攻前盾 我剛有說就是直接讓水屋去打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補一個左圍下去 好 那這邊因為有火符石連吉林化齁 所以我們就是稍微去疊一下火 阿一樣不疊不會怎麼樣 只是會多花回合比較麻煩齁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靠水屋一個人去把整條的 攻前盾轟過去就可以了 OK 來這邊帶走 好 來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的話是滿版盾 好 那這邊的話他每回合都會轉一個滿版給你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增傷全部吹下去沒有關係齁 好 那他轉的這個滿版給你就是10C版面 你只要去把他轉到就可以了 好 那講到一個重點齁 如果你比較不擅長這種滿版的話 你可以再多帶一隻牌豬 水屬的牌豬角有馬修 一樣是很好用的齁 好啦 那這邊的話就是帶大家 通關這個幻金LV2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齁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